开国上将临终前提亦要求邓小平说下不为例许世友,开国上将许世友是新中国将帅中的一位传奇人物,在长达二十余年的革命战争中,许世友南征北战战功卓著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,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毛泽东,曾高度评价说,许世友是人战将陈毅打仗, 南靠肃域北靠许世友,许世友将军在1985年去世临终前,只提出了一个要求,但这个要求却让党中央非常为难,最后还是邓小平亲自批示,并著名照此办理,下不为例,到底是什么样的要求,让邓小平下了这样的批示呢? 1985年刚过元旦,许世友就交代秘书给中共中央写报告,说,自己来日不多对组织别无他求,要求中央在他死后实行官葬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85年,除了人毕时没有货葬之外,还没有谁要求土葬,那么这位开国上将,为何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呢? 他许世友出身贫苦,幼年丧父从小跟母亲相依为命,勘军,以后几十年容马孔总为国尽忠,顾不上对母亲尽孝,他内心长存欠就知情1952年,他任山东军区司令员时,行驾探家一次见了母亲常跪不起,众人百般劝慰才把他扶起来1959年,他未看地形,又一次路过家门,见74岁的老母亲, 还在打柴,未诸不惊,泪流满面 母亲病危时,他因公务缠身为己赶回去给老人送中,因为终身汗事,当时他发下誓愿自己死后一定来为母亲守坟 缘于这笔感情在徐世友,才没有在领导干部,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千年,官葬的请求发出后谁也做不了这个主最后报告,送给邓小平请他拍板,邓小平十分了解徐世友的一生,他思前想后,最后感到徐世友,毕竟是徐世友,全国只有一个便在报告上批示照此办理,下部为意。 1985年10月26日,中共委副主任王震,受邓小平委托赴南京军区,郑重传达邓小平的意见 他说,徐世友在六十年戎马生涯中,战功赫赫百死一生,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,特殊经历,特殊贡献的特殊人物 邓小平同志先的特殊通行证,这是特殊的特殊 1985年10月22日,徐世友因病,医治无效,在南京逝世中年八十岁,徐世友的墓坐落在青山绿树丛中,没有任何装饰开始连墓碑也没有 徐世友因为是进行土葬,但不合一方一俗,的要求尽管经过中央特批,但为了减少负面影响,还是没有树墓碑 直到徐世友逝世一年后,时任中共委副主任的王震出面提出 在徐世友墓前树立一块石碑碑上不贯值,不计功不蓄使,只捐克徐世友同志之墓七个字 任务要真相同 是 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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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